蘋果雙I狂賣 手機賺翻了 iPhone及iPad全球狂賣 讓蘋果賺翻了 蘋果週三盤後公布第一季財報 營收與獲利都由於預期 粉碎日本震災 重創生產、銷售的謠言 蘋果去年第一季 營收僅135億美元 接著逐季跳高 今年第一季創246億佳金 年增率超過八成 稅後存益 更是逼近去年第四季旺季水準 达到59.8億美元 與去年同期比 獲利幾乎倍增 激勵蘋果股價昨天晚上一開盤 就大漲10美元以上 充上353美元 截至今天凌晨1點 漲幅仍超過3% 累計一年來 蘋果股價已經從235美元 飆漲到350美元以上 漲幅高達5成 不過 推身蘋果股價的頭號人物 執行長賈伯斯 健康狀況似乎不太樂觀 日前他現身蘋果加州矽谷總部 被人看見 在吸損家藥的棒棒糖 以減輕癌症的疼痛 走在路上神情憔悴 蘋果連續兩季大轉 讓台股的蘋果概念股也樂透 如鴻海 大力光 玉金光 TTK 盛華 台郡 可乘 見頂經濟 業績渴望持續成長 但專家提醒 目前相關個股都已提前大漲過了 有可能利多會容易比較形成動畫的一個走勢 所以會認為 縱使明天有進行比較向上的一個攻堅的一個得局的話 那空手的投資方們也不要過度去做最佳的一個動作 等待回檔之後再進行布局 鄧新聞 台北報導